最近美军机为何频繁在俄边境地区活动 美俄这种硬碰硬的举动是否会让周边紧张局势加剧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它主要还是要增加对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压力 在2015财年美国就推出了这个欧洲和平倡议计划 每年一开始是拨款10亿美元来在东欧地区 就是靠近俄罗斯边境来排兵布阵 对俄罗斯实施所谓的威慑 那么到了特朗普上任之后 也就是从2017年这个行动的名字改了 改成了欧洲威慑行动计划 这个名字就很有指向性 同时呢那个资金开始不断地攀升 到了2019财年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达到了65亿美元 其中有三分之一强左右的要放在美军 在这个附近的前沿存在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他就频繁地用这些钱 来用美国的无论是军机也好是舰艇也好 就在所谓的前沿存在的名义下 对俄罗斯继续施压 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点4月4号是北约成立70周年 在这个70周年的主要的议题上 就是大家要团结一致 应对所谓俄罗斯的威胁 北约所有的军费加在一块是1万亿美元 但是俄罗斯只有500亿美元是20倍 它仍要不断地向俄罗斯施压 当然背后主要还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 欧洲威慑行动计划是一个主要的推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等于这个实行的挤压是把俄罗斯逼到墙角上 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 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反制 甚至已经把战略武器开始启动起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对峙的情况下 自然会对地区的局势造成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感谢观看